欢迎大家收看马高斯TV的马高斯 在开始这条影片之前 欢迎大家订阅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一有新片你就会知道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今次影片 我们今天继续新蒙面超人的超解说影片 今次就轮到大量产生型特变草猛强化人 以及最终BOSS的蒙面超人第0号 大量产生型特变草猛强化人 第2号的战斗告一段落之后 楼梨子的死亡再加上受脚伤 本香猛就搞这搞路 终于走出了阴霾之后 决心继续成楼梨子的遗愿 去阻止阿哥六串一郎的人类保原计划 于是赤身闯入一郎的蝴蝶基地 一郎就派兵去打本香猛 就是大量产生型特变草猛强化人 他们人数合共有11个 这个致敬漫画版中的13人蒙面超人 11位收卡拉打再加上第1号和第2号 就刚好13人 一开球就在七黑隧道里面战斗 然后本香猛不够打 一文字就赶到帮手战斗 经过连回的电单车的激斗之后 最后落地打拳脚架的时候 就已经是由最初的11打1 隧道战之后就变成6打2 特涉猛作中的收卡拉打 正正就是有6个去打1号和2号 就连数量都是一个致敬 正如看后感的时候说过 我是很不喜欢这场战斗 一来画面就很黑 都看得不清不错 二来大部分都是CG 好死闷 三来就是看了NHK的制作特辑 看到其实有拍摄真人皮套的战斗 就在工厂的场景里面战斗 可惜最后就并没有在这个正片里面使用 然后官方Twitter都有分享另一段短片 就是第1号骑着旋风号 在这个落雨天里面和11位敌人对视 这一幕重演漫画的经典情节 可惜片场的关系都是被删除 最后就是大家看到的CG大战 大量产生型特变草猛强化人 官方就有制作皮套 跟其中一个收卡拉打一样 颈部有黄色的围巾 从一郎的对白和颜色去看的话 所谓的大量产生型 就是参考了一只昆虫叫做飞黄的生态 它们就会一大群飞黄移动 另外又是官方Twitter发放的情报 新蒙面超人的大头电影海报 这个头盔其实不是第1号 而是用了大量产生型的头盔 因为制作海报的时候 手头上的CG模组只有这个 所以就用了 然后眼睛的部份真的用了本香满的key上去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错有错着 如果本香满真的成为收卡的幹部 海报里面的景象就会成真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第1号和第2号的头盔背面 都印有这个代表的标记 蜘蛛片的时候 本香满被榴梨子救走 初时他就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暴力冲动 拳拳爆头血肉还飞 当时的标记还是收卡的图案 后来去到蝙蝠强化人片的时候 本香满就由于自身过份强大的力量 榴梨子健壮就决定赤身去对付蝙蝠人 最后本香满就下定决心 不可以重蹈这个老爸的覆车 要成为一个有力量之余 又正确行使力量的人 当打完蝙蝠人之后 在这个路轨上跟榴梨子对话 头盔背面的图案就变成了蒙面超人的标记 再看第2号 在蝴蝶基地初登场的时候 头盔背面的标记同样是收卡的图案 去到本香满单挑大量产生型的时候 主张单飞的一文字准人又是下定决心去帮本香满手 这个时候第2号的头盔 同样换成了蒙面超人的标记 这里我觉得就是呼应海报上的标语 不改变的事物 以及改变的事物 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是改造人的结果 但就可以改变行使力量的心态 这个正正就是蒙面超人 蒙面超人第0号 终于去到最终战的部分 这一场战斗我是挺喜欢的 例如六川一郎的战斗风格够独特 有如跳舞般的优画动作 再加上一些类似太极的架势 每一下出手都很轻柔 然后触碰到对方才运劲 那种融合了节奏感再加爆发力的战斗 真是很中我的喜好 然后给一郎力压的1号和2号 有一幕就是2号从面具里吐血 那种生物感都加分不少 最后第0号和第1号就是揽炒收场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一郎突然之间收手 好像不太合理 我反而觉得是说得通的 现在年载中的前转漫画里面 就有交代到一郎和收卡的起源故事 详细可以看回我另一条片 而一郎 本乡猫 楼梨子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至亲的人被无情地杀害 一郎年幼的时候 母亲就被无差别的犯人所杀害 后来就连老爸都加入收卡 更加导致他想实行人类保元大计 而年少的本乡猫也是相类似的事情发生 他老爸是一个尽责的警察 但在一次人质事件中被犯人杀死 当时本乡猫就很伤心 而刘梨子经历的伤痛就发生在电影里面 首先就是老爸被蜘蛛人杀死 然后好朋友风女被特工枪杀 由最初的冰冷美人 变成了楚楚可怜的美人 大家都经历了相同的伤痛 但本乡猫就领不出另一个结论 由最初不懂理解别人的想法 去到努力尝试理解 决定相信刘梨子去对抗组织 还要正确地使用力量去帮助别人 而刘梨子也透过和本乡猫的相处 也领悟到人类的可能性 于是制定好对付阿哥的两个计划 其中一个就是将自己的Punana输入面具 尝试用本乡猫的经历和领悟去说服阿哥 我觉得这个就是闪闪空间里的含义 最后阿哥真的收了手 然后面具的容量有限 所以阿哥决定放手退场 本乡猫和刘梨子的Punana 就寄存在面具里面 接着解说一下第零号 六串一郎 蝴蝶强化人 又名蒙面超人第零号 是史上首次以蝴蝶做主题的拉打 负责设计的出冤语就表示 蝴蝶的特征就参考了大白斑碟 然后银色的面具和腰带造型就参考了影月 其实第零号根本就是一只石之心的奇米拉 根据4月28日推出的Design Word 说明了腰带的双重风车 还有颈上的白色围巾 就是参考了蒙面超人V3 其实它失去了商亲和阿妹的经历 都跟这个封建智囊是一样的 然后漫画里面的十字面具 就是蒙面超人初稿废案的Crossfire 一郎变身时的念上的文露 就是参考了同样都是蝴蝶主题的闪电人 然后上当年的Skylider的原案 其实都是叫做蒙面超人0号 然后Skylider的0号原案 其实还有一段故事 1985年宇宙船文库推出的 蒙面超人变身英雄的诞生 其中一个章节二人Lider的秘画 制作人平山亨就说出0号的存在 鹿村教授曾经制作草猛改造人的初形 都可以叫做蒙面超人0号 但因为肉体无法承受强大的力量而死亡 那谣野就可能致敬这一点 真的都挺懂得玩的 然后介绍一下鹿村一家的演员 饰演一郎的演员就是深山未来 今次就是他第一次参演特色片 接着演楼梨子的就是《崩边美波》 其实他和大家一样都是拉打迷 曾经在日本一个网站 EGA Natali 就出了一个访问计划叫做 由30人选出深刻的三出电影《与你的三年时间》 其中一位受访者就是美波BB 他心目中的第二名就是平成Final 另外制作发表的访谈里面也提过 美波BB最喜欢的就是蒙面超人V炸 然后老爸鹿村云博士就是重本晋也 妈妈鹿村肖子就由这个市村实日子去饰演 他两个同样都是演个真哥斯拉 重本晋也就是奸帮夫 就是城北大学的生物圈科学研究准教授 而市村实日子就演个尾头宏尾 是环境省自然环境局野生生物科长寶座 又是一个连结了新宇宙的角色 最后就说一下蝴蝶基地 根据官方Twitter的情报解说 一郎的黄座背后的大型蝴蝶 其实就是由工作人员用这些木枝去砌成 其实都挺费功夫的 但砌出来又真的挺漂亮 然后黄座的两边就摆放了两架电单车 设定上老爸很喜欢駕电单车和儿子兜风 所以一郎也很喜欢电单车 红色这架就是他老爸的座架 就是1967年的Suzuki TC250 然后戏中有一幕就拍着一张照片 相中就看到一郎和楼梨子的合照 一郎的电单车是蓝色的 就去基地另一边的一架 应该就是1970年的Honda SL350 始终这套就是暗夜的电影 这些细节一定有它的含义 想当年旋风号有三个版本 第一至到十四集就是初期型 第十四至六十七集 以及第七十二和七十三集 就是有一架改造旋风号 第六十八至九十八集就是新旋风号 然后改造旋风号和蓝色那一架一样 都是Honda SL350 至于红色那一架就难说 因为当年的旋风号 全架包到十一十 还要不同的书刊和访谈都各执一辞 其中2002年的蒙面超人Spirits 《全城的灵魂》 当年负责驾电单车的替身 大桥春雄 就说是Suzuki T20 我上网看一下T20和TC250的分别 其实我不太会分 始终我对电单车的认知就是零 所以错了都凡请指证 红色那架可能又想致敬初期的旋风号 顺带一提 根据Design Red的内容 原本最终BOSS不是一郎 也不是男性 而是女性的姐姐 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美波BB的弟弟 两个都找不到合眼圆的演员去做 结果又变成现在阿哥的一郎 至于服饰造型方面 如果真的是姐姐的话 就会变成非常欧美贵妇的感觉 也只会得挂人形态 似乎预告 新蒙面超人的超解说就会分成五张 第四张就是蒙面超人第二号 一文字准人 大家明天都记得留意最新的影片 今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现在这个频道就有超感谢功能 如果大家有能力想支持的话 欢迎大家课金5元或10元 大家的支持绝对借助他的动力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记得给我赞我 欢迎大家一起留言讨论 字幕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 matrices会计編 ôi elij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